前NBA明星魔兽或华德宣传在台湾总统府住一晚又称台湾国家 即被中国网友批或华德台独 台湾官媒中央社大痛骂之 想当年港星梁家辉因在中国拍片被台湾新闻局下令毁过 但被拒自由总会于是全面封杀梁家辉 只要有梁家辉出现的影片全面封杀 影响之质 香港片商不敢找梁家辉拍片 当年台湾自由中国的盈威与玻璃心 连被英国殖民的香港人到中国拍片也完全忍不了 回顾这段台湾封杀港星梁家辉 并让他迫于生计只好摆地摊的过去 梁家辉当年拍的第一部电影《垂帘听证》 便替他拿到最佳男主角 因为该片在中国拍摄 台湾行政院新闻局勒令悔改但不从 急遭自由总会全面封杀 所有作品无法登台供应 当时台湾为华语片最大市场 致使香港电影公司不敢用其出任角色 梁家辉为了银声 而在石澳一带做无牌小贩 在街头贩卖皮饰等饰品 后因生意惨淡 而转到铜锣湾一带继续贩卖 其间在罗维影业 上市影业以及李汉祥的新昆乐影业 出演过一些角色 垂帘听证这部片于1983年上映 台湾当时的总统是蒋经国 属于转型正义促进转型正义条例中的 威权统治时期期间内 但民进党政府完全没有对当时蒋经国政府 关于因为港星在中国拍片就被封杀的部分 进行转型正义 这最奇怪的地方是 当时的香港并未回归中国 当然更伦不到台湾管 当年香港人在法律上是英属香港人 从历史上来看中华民国与中华民国台湾 从未一分一秒统治过香港 但蒋经国政府却自以为可以管到香港人 竟然还限制英属香港人到中国拍电影 要犯错的香港人梁家辉回过认错 当时台湾是华语片的重大海外市场 台湾一旦要封杀 就等于宣布被封杀片的死刑 于是香港导演如果在意台湾市场 就必须迎合台湾政府与人民的意向 这种利用经济力量压迫影域人员做出选择 让香港影域界自我审查乃至公开道歉认错 台湾政府非常在行 或许有人会说 那个时代是蒋经国威权时代的事了 问题是民进党政府宁可平翻一大堆 当初所谓的共产党间谍 也就是民进党促转会 宁愿让匪谍回复名誉 但也不愿意对封杀梁家辉 有任何道歉认错赔偿 换句话说 在促转会及民进党思维中 在台湾有任何作为的共产匪谍 比不上梁家辉到中国拍片 还可恶 当然应该被蒋经国封杀 为何民进党不谴责蒋经国政权 利用经济力量 市场力量封杀港星 甚至导致梁家辉不得不去摆摊维生呢 台湾任何政府从未统治过香港 但却自以为可以利用市场经济力量主宰 宰致香港人的行为自由 如果说如今台湾要谴责中国 利用市场力量影响台湾民心 并且让台湾民心言论上自我设限 那可别忘了 台湾政府做过同样的事 并且让整个香港影坛不敢用梁家辉 甚至民进党宁可频繁共谍匪谍 也不愿原谅梁家辉呢 Blackjack 2023年5月12日 北山市场心祉守 阮仲宇以作活动 北山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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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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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